结果要涨的就是前面还要再多一个入职 就是它上面来个名称加一个冒号 然后再补它的资料的话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概念 真的不用多很多东西啦 我发现很多人自己早半天 其实反而好像这绕一圈 最后还是回到原点 其实就是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就搞定了 有没有 有没有sales一列啊 sales.column啊 意思是说我一定是在它的第一列 跟这个储存格同一栏 它回来可能是四的话 就是第一次 然后呢就加一个 串接一个冒号嘛 就把后面的资料补在后面 其实我只有加什么 加这个而已啊 OK应该没问题吧 刚刚要加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我发现经过串接 它的日期格式就不会跑掉 哦 没关系 反正就很多种方法啦 反正做出来之后就长这样子 好吧 OK 好 这样子 其实还可以很多的变化啦 不过就是要花一点时间 你要去想 只要你有想到一个问题 你可能就要想一个答案了 那一个答案也许我们上课没想到 那那就是你要去解决 不过没有关系啊 如果实在是想不出来 卡很久的话 也许你可以暂时先停下来 下一次也可以发问没有关系啦 这东西其实都很好解决的 真的我讲过 就怕你没问题而已 好 这些都还是算入门等级的问题啊 工作里面有太多哦 可以做各式各样的 那个才叫这个惊叹 赞叹 哇一下子哇太好了 如果可以这样子哇太好了 哇太好了 还有